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模特都没穿出的高级时尚感 迪丽热巴这条苦瓜裙再次封神 太美了 如果提起娱乐圈如今的顶流小花 迪丽热巴一定会拥有姓名 凭借混血的高级长相 以及凹凸有质的身材 成为小花中最具有时尚表现力的一位 这也是为何热巴的商务资源最多 也最受时尚圈欢迎的原因 活动造型以一件黄绿色蕾丝裙亮相 成为经典造型再次封神 最重要的是与品牌模特相比更是出彩 难怪热巴有着红毯杀手的称号 每套造型都可以纳入红毯记录史册 成为今后小花们学习的榜样 单看迪丽热巴身上的这条裙子 真的一言难尽 说好看巴模特都没穿出高级时尚感 说不好看巴又被热巴带货成为红毯经典造型 主要源在于这件李群太挑身材与气质 换成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完美驾驭 168的热巴加上前凸厚翘的身材 将这件完全包裹的李群演绎到极致 完美贴合身材曲线仿佛为其量身定做 历龄以及刺绣花纹有种东方旗袍的既视感 再加上拖地与尾裙摆将女人位放大 真的精致又高级 长裙造型更挑身材 虽然长短裙都能带来女人位 但不得不承认长裙更加优雅高级 但是又急挑身材 不仅挑身高还挑身材曲线 身高没有165加 以及没胸没屁股的女性 真的轻易不要选择长裙 显得拖沓还又矮又胖 对于自身完全没有优势 但是对于优势明显地位女性 例如热巴又能完美驾驭 并且展现高级感 谨慎选择更好 色彩罕见难驾驭 荧光绿虽然很容易成为焦点 但是更容易暴露肤色暗沉 不够白皙的缺点 很难穿出高级感 而热巴不同 皮白貌美轻松支撑荧光绿 就连身上的花纹刺绣都不显得吐气了 反而更加优雅贵气 有种豪门臭脸千金的气场 就爱上红唇色彩对比明显 让五官更加立体 发挥了地域优势 混血感更高级 发型修饰装款式 这件苦瓜裙选择了半高领的设计 其实很容易显得脖子短肩膀宽 还好热巴体态优越 拥有完美锁骨和直角尖 丝毫没有臃肿感 反而凸显头肩比 另外盘发造型可以最大程度露出脖梗 减少脖子处的拥挤感 让里群更加大气有设计感 同时凸显了身材线条的幼稚 直角尖更显贵气 无露夫显沉闷 整个裙装的亮点在于背后的大面积露夫 将蝴蝶骨以及脊柱线条完美展现 但是从正面看却是完全包裹的 显得整个人很沉闷笨重 没有剪裁的留白让整个人透不过气 观看者也会觉得不舒服 如若在腰两侧或锁骨处增加破洞 又或者是裙摆开插等都能够增加轻盈感 不会包裹的如此严实透不过气 热巴利用自身优势完美驾驭这条苦瓜裙 让活动造型再次封神 不得不说真的称得上红毯女王的称号 超强的时尚表现力以及自身优势 让她的时尚资源在小花中一起绝尘 更是碾压一众85中花 未来前景不可估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